張文綺 文綺妳好 再一次歡迎各位所有的 旅會來賓還有各位參與的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來參與 今天這一場活動 那至今夜可以來跟我們做分享 先讓我們用掌聲 帶壞我們的活動大使 張文綺 哇啦 老師 初音樂好 文綺早安 跟我們現場的朋友先打聲招呼 好的 副市長 還有我們局長 還有我們現場的長官 還有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早上好 我是文綺 哇 歡迎 謝謝 文綺今天來到我們的活動 妳除了身兼活動大使之外 妳現在還有一個新身分 是老闆娘對不對 對 然後即將慢慢的 步入到北部來了 所以有機會 請我們的長官 可以去好好的享用一下 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妳們 所以呢 現在也當老闆娘 她從過去 我知道妳從學生時期開始 就有接觸到打工 然後到後來 進入到演藝圈喔 我們來問一下 妳當時還記得自己在打工的時候 遇到的一些經驗 有沒有什麼妳會特別留意的地方嗎 基本上因為我的打工經驗 也算是滿多的 但是 對 但是剛好我很幸運的是 剛好去到朋友的店打工 遇到好老闆就對了 對 但是呢 雖然是好老闆 不過我覺得 公歸公私歸私 我們還是要照著條理 條理來走 該注意的這些細項都要看對不對 就一定要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合格勞基法的規定 對 然後還有薪水的部分 這個我都會一直看下 上班的時數這些 妳都有仔細看 對 因為我對錢很在意 這個很重要 沒有 我跟你講 大家留個心思 要細心 要仔細 這個也是我們特別要跟大家宣導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身為老闆娘 我覺得員工是我們最大的資產 沒錯 所以我覺得中間要有一個很大的信任 它是需要有時間的培養 跟慢慢的經驗 所以除了這個 我們求職人要注意這些事情之外 老闆也要保障我們所有員工的權益 對不對 沒錯 像我個人呢 我的 比如說我的員工 他們如果超時 比如說一般我們是八個小時 只要有加班 我們就是一定要多給他們加班費 所以各位新鮮人 如果這個求職 希望不要遇到詐騙 還遇到好老闆的話 就來找妳這樣 對嗎 歡迎 歡迎 那我知道呢 這個在演藝圈 其實應該也常常聽到 有很多這個 懷抱心夢的朋友 他們抱著熱忱來 可是卻被人家利用了這樣子的一個熱忱 他們可能被詐騙或是被騙財 甚至可能會遇到很多的這一些陷阱 妳自己有聽過這些經驗嗎 一定有很多 對 但是我個人也經歷過 妳也經歷過 我有經歷過 而且那個時候已經是在十幾年的事情 因為我出道十三年了嘛 算一算 大概應該都知道我幾歲 好 在十三年之前 那時候還沒有十八歲 還是未成年的時候 對 還是未成年 那那時候我在比賽 然後其實都有很多心探 那心探呢 他們就會開始在網路上搜尋 問一下我 怎麼聯繫到我 然後問有沒有經歷 想要跟妳來簽約是不是 對 看有沒有經紀公司 或是有沒有經紀人 這樣子 哇塞 我真的是很開心 而且就會有被發現了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從南部到北部 然後我就跟對方就是 做接洽聯繫 是 就是有看 我跟你講 在網路上的時候 照片 欸 這看起來滿不像騙人的 但是我一到現場的時候 嗯 怎麼會長得不一樣 連照片都騙是不是 對 因為本來瘦瘦的 因為照片是瘦瘦的 結果我看到現場本人 是胖胖的 我想說 可能他到了別人的照片 還是在十年前的照片 很像交友軟體 你知道嗎 很常就是 會嚇到人家 你說看到本人 以為是另外一個人 對不對 照片就詐騙了 那他跟你談工作的部分呢 喔 我 那他就很可愛喔 他就拿了一張 一張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個叫演藝陣的 演藝陣 這好像是很古早之前 很久以前才有的 就是以前 如果你要進入到演藝圈的話 你就是有一個陣 就是如果你要進電視台 比如說有訓練班 但據我所知 這個已經消失很久了 這應該是 三四十年前的事情 乃哥那個年代 乃哥那個年代 他也會知道 真的 以前真的有演藝陣 好像我們在街頭表演 也要有一個街頭陣的 那種感覺 現在我知道演藝工作 已經不需要這張陣了 他拿這張陣出來做什麼呢 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要進演藝圈的話 你要先上課 那那些上課 是你要 等於說公司要先投資你 可是他就說 你要自己租投資的錢 對不對 對 他就跟我說 他已經幫我這個規劃好 我要上什麼課 上什麼表演課 戲劇課 發聲課 對 都有 這些課 他要跟你收多少錢呢 對 他就說 這一個月要一萬五 真的 你當時 有這個乖乖的講給他嗎 還是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 光我爸媽那一關就過不了了 因為你還未成年對不對 對 我真的很小心喔 而且 我那時候想說 真的有這個陣嗎 有需要嗎 我來給我爸媽看說 欸 修喊了 那我看 沒有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跟大家說 如果你遇到需要叫你繳培訓費 或是繳拍照費啊 什麼這些等等 他可能就是呢 求職詐騙 因為他真的需要投資你的話 他會無條件的去幫助你 來協助你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呢 文綺呢 他很幸運 他遇到了這個爸爸媽媽有協助他 但如果沒有的話呢 大家也可以問問身邊的朋友 對不對 一定要找正統的 比如說如果是像直播主 你要看一下那間公司 是長什麼樣子的 那如果是影響事業的話 比如說經紀公司 他們的來歷是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網路上非常的發達 可是我們就是要認真的去看一下 這些公司所有的來歷是什麼 是是 謝謝文綺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那今天呢 我們也特別以活動大使的身分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來跟文綺好好聊一聊 謝謝你的分享 聊一題 謝謝 剛剛講到這些喔 我們希望呢 各位呢 不管是在求職 找工作 打工呢 都希望大家能夠稍微留意一下 同時呢 還有我們的活動大使 歡迎張文綺 請上台 有請秦惠珠議員 以及郭招演議員 請上台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 李正恩局長 還有黃部中主任 請上台 好 那我們呢 今天的宣誓就是希望 能夠來打擊這個七步 那有請工作人員 先為各位長官 遞上宣誓道具 等一下的 我們會透過揮棒的方式 來展示我們的決心 等一下呢 我們會倒數 數到一的時候 請台上的各位長官 幫我們把球棒揮向前方的氣球 那同時呢 也請大家記得 我們稍微不要離氣球太近喔 因為等一下 我們揮棒的時候氣球會破掉 那請各位長官 小心安全 好 好 我們等一下呢 在揮棒正式宣誓之前 我們先來擺出一個 揮棒的動作 讓媒體朋友 我們先來捕捉畫面 來 各位長官 我們擺出這個 準備預備揮棒的動作喔 好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正前方的鏡頭 來 請先看一下 正前方的美女朋友 讓我們看一下中間 雙雙把視線給到右手邊的媒體朋友 還有左前方的媒體朋友 好 等一下呢 我們會倒數 數到一的時候 請揮動球棒 那也請台上的貴賓 跟現場朋友 跟我們一起喊 打擊詐騙 求職安全 好 準備好了 讓我們一起倒數 三 二 一 打擊詐騙 求職安全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一起來 讓我們的宣誓儀式 能夠圓滿 也希望能夠把這個呢 七步以及呢 三藥 能夠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們各位小孩 我們稍微往中間 靠近一點點 我們再捕捉一張 對 然後一樣 我們也這個揮棒的動作 再一次 好嘞 各位長官 請看向中間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那視線看向右肩 右邊 右前方 好 還有左前方 請台上 幫我們收起球棒 還有地上手舉牌 來 那也再一次 看向我們前方的鏡頭 我們放在胸口的位置 就可以了 好 來 請看向中間 畫面可以嗎 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再高一點點 好 畫面這樣可以嗎 那請各位長官 我們再一次看向中間的 美女朋友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看向右前方 還有左前方 好 最後確認一下 中間的美女朋友們 有沒有需要補畫面的 再一張是不是 再高一點點是不是 好 會不會擋到臉 舉到頭上是不是 好 來 各位長官 我們看一下中間 正前方的鏡頭 一 二 三 希望我們所有的求職經典 大家都可以記住 七步三要這個重要的要素 也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台上的 各位允會長官 謝謝大家